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铁路主要是靠民间集资 修铁路是一门生意 但是生意人最怕的就是政策变动 191年5月 金政府刚上任的邮传部上书 慎宣怀就给弄出了一个大变动 他宣布今后集资的事儿政府不干了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包括以前民间集资的铁路 慎宣怀是清末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之一 他是李鸿昌的红人洋务运动的干将 当时最著名的实业家 一辈子搞成了无数的大企业 但是这一道铁路国有的命令 激起了全国的名分 根据慎宣怀的命令 以前民间修铁路的投资 湖南湖北的这个照本发还 广东的发还六成 其余四成的算作是没有利息的股票 而四川商人的投资呢 因为已经亏空了不少 所以只退还七百万两 这道命令是典型的党人财路 就好比你要买套房子付了定金 开始做梦发财 但是没过几天人家卖家说 因为这房子涨价了 有人出了更多的钱买 所以不卖给你了 而且定金还不退 换到现在 你这冤枉可能法院会管 当时老百姓的冤枉 清政府他才不管呢 因为政府说了 他也冤枉着呢 怎么冤枉呢 因为政府说 当时集资办这个铁路 是太瞧得起你们这些民间商人了 结果怎么样 约翰铁路修了这么些年 投资只到了五分之一 川汉铁路更惨 资金到位只有六分之一 这还不算了 民间管理也成问题 事情还没办成 弄出了好些商业腐败来 只四川一地啊 铁路没修一寸 钱已经花出了一千来万 叫政府怎么能相信你们能办好 清政府说的这些问题呢 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的 然而 蜻蜓不重视发展和保护民间资本 重官商 清明商 也失识 政府要与民夺利 也要讲究时机的选择 在一九一年 官家和民间对修铁路的争夺 最初是经济领域的官民之争 后来却成为民间对抗政府的抗争 最后争出了一个民国来 蜻蜓打压民间的铁路资本 结果却是为冤屈于为民国的催生 晚清统治者的很多决策都是为了保持政权的独享 最后却失去了政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